我們看中國與西方所有國家的關係 應該說中國與德國的關係 是中國與所有西方國家 關係當中最好就是雙面關係 默克爾是因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邀請 對我國進行果實訪問的 這是默克爾連任德國總理後首次訪華 也是他就任總理以來第11次訪華 訪問期間 默克爾將先後會晤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和國家主席習近平 德國將與中國就雙邊關係 經濟形勢和貿易等進行對話 德國總理默克爾今天展開訪華行程 上午和李克強會晤 朝鮮計劃在今天舉行廢棄核實驗場的儀式 媒體團前往見證 中國商務表示 中方將依據需要擴大美國進口 今天五件頭條帶您關注到 德國總理默克爾率領代表團 周四抵達北京訪問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為默克爾一行舉行了歡迎儀式 這是默克爾擔任總理期間的第11次訪華 也是今天3月份 他第四次就任德國總理之後的首次訪華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為默克爾一行舉行歡迎儀式 兩人先與雙方代表握手 之後登上檢閱台 軍樂隊奏兩國國歌 隨後共同檢閱一張隊 默克爾其後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舉行會談 並將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晤 周五他將前往深圳訪問 中德間的貿易2017年達到歷史新高 德國企業也是歐洲國家中對華投資最多的 新華社23號發表評論 認為默克爾的訪問正當其實 雙方應從兩國關係發展大局和長遠著眼 認識到中德是夥伴而非對手 各自發展為對方帶來機遇而非挑戰 加強戰略溝通 增進戰略互信 以開放姿態實現合作共贏 福皇威視綜合報導 在歡迎儀式之後呢 李克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默克爾 舉行正式會談 李克強在會談中評價雙邊關係說 過去幾年 中德關係一直保持在穩定較高的水平發展 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 過去幾年當中我們有著密切的互訪 中德關係一直在穩定的 而且是高水平的進行發展 早上我們在早餐當中進行了坦誠的 深入的也是友好的意見交換 相信你此訪必將會為中德關係 再次做新的動力 讓我們在高水平的發展當中 向著更高水平的發展 默克爾說 德國重視德中關係的發展 也希望德國為促進中歐關係發展 做出自己的貢獻 今年7月份將在柏林舉行新一輪 中德政府間磋商 默克爾說 希望雙方之間的所有機制 能夠有效運行 充分發揮作用 他還表示 這次訪華就是要找出中德交往中的不足之處 進行改善尋找開拓更多更好的合作空間 李克強與默克爾在會談之後出席了聯合記者會 李克強表示 中德兩國經濟在向好 兩國之間有經濟互不幸 我們加強合作 有利於兩國 有利於中歐 也有利於世界 我們還確定啊 在今年7月份 在德國柏林 舉行 第五届中德政府磋商 我們討論啊 中德政府磋商 將要簽署的一些文件 我和默克爾總理啊 將會共同見證 這些文件的簽署 我們一致認為 我們要保持政府間高層的密切往來 而且我們認為我們是 李克強表示 將會在平等的基礎之上 和德國展開人權對話 執法安全等方面的磋商 默克爾表示 很高興再次訪問中國 中德關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希望雙方能夠簽署亮記備忘錄 就自動駕駛等方面加強溝通 德方歡迎中方的投資 也期待中方在金融等領域的開放 放寬企業股比的限制 兩人坦率深入的會談 富有啟發性 還期望中國歐盟投資協定有進展 認為這是簽訂 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 好 想問話題 我們請示視頻論員 邱振海先生 為大家點評分析 邱振忠好 邱振忠好 邱振忠 默克爾真是在第四次 就任德國總理之後 首次訪華 您覺得能夠取得 什麼樣的成果 另外您是怎麼看待 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 我想從一個橫端面 從一個縱線面來說 從橫端面來說 我們看中國與西方 所有國家的關係 應該說中國與德國的關係 是中國與所有西方國家 關係當中最好的 就是雙面關係 這個不是誇張 因為中、德之間 既沒有涉及到這個西藏 台灣等非常敏感的一些核心問題 同時在無論在工業發展 在未來面向科技革命 包括很多的深層質問題上 這個德國工業4.0 中國製造2025等等方面 都有非常長遠的一些對解空間 所以從這意義上說 這個從橫端面上來說 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當中最好的 從數的方面來說 應該中德關係 這個我們也毫不諱遠曾經有過一波三折 包括在默克爾總理剛上任的時候 默克爾總理2005年9月第一次上任 剛上任的時候呢 坦誠地講當時大概在05年到07年之間 中德關係面臨了一場波折 那麼這種波折 其實是在前進道路上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分水嶺嘛 或者前進道路上克服障礙的一些舉動 當然我們看到 默克爾到現在上任13年不到 已經第11次訪華了換句話說在迅速地跨越了 當時一兩年這個小小的風波之後 他後來幾乎每一年訪問一趟中國 有時候甚至一年甚至訪問兩趟中國都有的 那麼這說明什麼呢 這說明我覺得一個當然是 這個默克爾總理本身的區域理性務實 這有德國人的特質 同時也有中德關係的一種 長遠的基礎和發展前景 另外一個第二個呢 我覺得中德就剛才我說了 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沒有分歧 這個在一些涉及到中國核心利益的 第三個呢 就在面對未來長期無論是經濟合作 過去我們講經濟合作 德國對中國那些外商的投資 現在主要是中國經濟轉型 德國經濟也在面臨轉型 而且我們大家雙方都面臨這一輪 第四次或者第五次的科技革命的潮流 所以雙方其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和合作的前景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 無論是中國直到2025 還是對接德國的未來4.0 包括其他方面在陳振華的合作 其他方面的合作 都有非常廣闊的前景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 德國的一些忠誠的政府官員 對中國會有一些責難 但是非常幸運的是 默克爾總理作為德國 這個政府層面的最高領導人 還是高漲原主 把握住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所以我認為其實我們可以期待 未來幾年時間裡面 中國和德國的關係 依然可以成為中國與西方 所有國家關係當中 最好的一種雙邊關係 好的 謝邱先生的點評分析 我們再來關注到朝鮮半島的最新局勢 那朝鮮計劃是在周四的晚些時候舉行 廢棄風系禮核實驗場的儀式 採訪的記者團仍然在路上 來自中國 俄羅斯 美國 英國和韓國等國的記者呢 在當地時間23號的晚上7點 就從圓山坐上了火車 那經過12小時的車身之後 還要再坐4個小時大巴 再步行一個小時的山路 才會抵達核實驗所得的地 有記者表示火車上所有的窗戶 都進行了遮光的處理 記者沒有辦法看到窗外的景象 也不能進行拍攝 根據朝鮮此前所發布的公報 將會通過爆破的方式 使核實驗場所有的坑道坍塌 完全封閉入口 之後呢 再拆除地面上所有的觀測設備 研究所和警備部隊設備 以及將會撤走警備還有研究人員 完全封閉核實驗場周邊的區域 不過朝鮮並沒有允許核查人員和記者同行 美國總統特朗普23號表示 將會在下周決定美朝峰會能否如期舉行 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當天就表示 美國沒有也不會在朝核問題上 向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作出讓步 特朗普23號在白宮表示 美朝峰會仍然可能在6月12號召開 他將在下周做出最終決定 蓬佩奧當天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表示 美國絕不會接受一份糟糕的協議 也不會向朝鮮妥協 在朝鮮採取無核化的切實行動之前 美國不會向朝鮮提供經濟援助 鳳凰衛視王兵如王天翼華盛頓報道 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個委員會同意暂時的豁免針對朝鮮人員的制裁 為他們出席下月12號在新加坡舉行的美朝峰會掃除障礙 但是朝鮮外務省的副向崔善機威脅 朝鮮可能會退出峰會 朝中社引述崔善機的話報道 他狠批美國副總統彭斯日前受訪時 無扯朝鮮可能重倒利比亞的覆轍 又說反朝軍事選項從未被排除過 是不安逝世 崔善機形容朝鮮是核強國 彭斯卻將朝鮮與利比亞相比 是缺乏政治常識 崔善機並指 美方先請求朝鮮對話 卻散布是朝鮮先要求對話的錯誤輿論 他質問美方目的何在 他警告 如果美國繼續褻瀆朝鮮的善意 盲目耍賴 他不得不向朝鮮最高領導層建議 重新考慮是否舉行美朝峰會 他又說 美國是要在會談場合上與朝鮮見面 還是以核武對決 完全取決於美國的決心和做法 雖然美朝峰會前景不明朗 不過聯合國安理會一個委員會 周三同意暫時豁免針對朝鮮人員的制裁 允許他們前往新加坡出席美朝峰會 以及允許所有朝鮮代表團成員 把禁止出口到朝鮮的奢侈品帶回國 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上週寫信給委員會 要求豁免制裁朝鮮代表團 信中形容峰會有助推動和平解決朝核問題 以及為朝鮮半島和地區建立和平與穩定 但沒有提及任何預期會出席峰會的朝鮮人員 鳳鴻卫視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會面 能否如期在12號舉行 還是存在變數 新加坡專家認為 這次美朝峰會和其他元首會晤不同 採取先定日子後溝通的方式進行 所以在過程中一定存在各方博弈 我們來看記者發回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稱 美國政府與朝鮮依然在溝通當中 美方為會晤設置了條件 如果得不到滿足 會晤就不會舉行 而朝鮮方面早在16號 便指出美國企圖以先契合後補償的方式 並非是想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 對此 新加坡學者認為 雙方一定是要討價還價的 這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 他們雙方其實彼此之間很不信任 那麼另外一個原因是 現在因為雙方的心理期待很大 都不知道對方的底線是什麼 所以就拋出一些要求來 試探對方的底線 專家表示 此次特金會與其他的元首會晤不同 採取先定日子後溝通的方式進行 因此過程中一定會存在各方的博弈 我是覺得他們已經先決定好這個時間 大家有一個這樣子的訴求 所以決定好這個時間 決定好這個時間之後 才由下面人去討論說 我們到底要在哪些方面做立場宣示 哪些方面必須做浪步 此次美朝會地點選擇在新加坡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外交部發出的文告中指出 此次可能性的會晤將是歷史性且重大的活動 希望這次會議能夠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前景 對新加坡來說這是一個大好事嘛 這個再度展現了新加坡的在全世界非常獨特的一個位置 鳳凰衛視秦榮新加坡報導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3號在華盛頓會見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王毅表示中方堅定的支持美朝領導人會晤並希望峰會如期舉行取得成功 王毅還表示中方負責任的進行過調查 沒有發現任何針對美國駐華人員所謂的聲波干擾事件 而在台灣問題上蓬佩奧當天強調美國的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王毅在記者會上表示 他與蓬佩奧在會晤中首先談到了中美雙邊關係 中美近期在貿易問題上的密切磋商具有建設性 取得積極重要進展 雙方都願意做加法而不是減法 來緩解直至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 王毅希望中美合作清單越來越長 問題清單越來越短 在會晤中王毅聽取了美國在朝核問題上的分析和看法 中方堅定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 同時也呼籲美國解決朝鮮的合理安全關切 建立長期有效的半島和平機制 中國也將堅定履行自身國際責任 執行聯合管理會各項涉潮決議 同時我們認為在推進半島無核化的進程中 有必要事實地解決朝鮮的合理的安全關切 隨著文化目標的實現也應該建立起 長期有效的半島的和平機制 第二點中方堅定地支持美朝領導人舉行會晤 美朝領導人直接接觸對話 這是解決半島核問題的關鍵 我們期待這次會晤能夠如期地舉行 並且取得成功 王毅表示美方如果想解決問題 抓住和平創造歷史 現在就是機會 另外王毅在回答美國記者提問時表示 經過調查沒有發現針對美國駐廣州外交官 所謂的聲波干擾事件 我們很負責任地進行了調查 沒有發現任何組織 任何個人來做這種所謂的聲波來干擾的事情 那麼我們會繼續通過外交渠道 跟美方就此在進行溝通 那麼我們也建議美方也可以進行相應的一些內部的調查 那麼我們不希望這個個案擴大化複雜化 那麼或者政治化 更不希望跟所謂其他的什麼事情把它聯繫在一起 中方將會依法地保護所有外國人 在華的外國人 特別是外交人員的合法的權益 在台灣問題上 蓬佩奧再次強調了 美國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我們也不希望有變化 也不應該有變化 那麼因為這涉及到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那麼我們還是敦促美方 要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所確定的各項規定 務必要深重地妥善地處理好涉態的問題 來維護中美關係大局和台海的和平穩定 這是蓬佩奧就任美國國務卿以後 王毅宇他的首次會晤 而當天的記者會也是按照美方的要求臨時添加 蓬佩奧當天還會見了日本的外務大臣 以及德國外長都沒有記者會的安排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週四在例子行發布會上指出 中方將會依據需要擴大自美國的進口 中方同時歡迎美方派出高級別官員到中國進行磋商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指出 中美經貿磋商最大成果是雙方同意通過對話合作來解決爭端 不打貿易戰穩定了市場預期 高峰指出中方在磋商中堅決捍衛核心利益 沒有就削減貿易順差作出承諾 而積極擴大進口是中方長期堅持的政策 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優質商品服務來華 而在雙向投資方面高峰表示 希望美方為投資創造穩定和可預期的環境 另外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 正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對汽車進口展開調查 高峰表示中方反對美國濫用國內法 將會密切關注美方調查進展